嗨,大家好,我是Chenyx, 回家带来Darksoft 2,Handroid 2 DLC的游戏康视频。 我们上一期也是又成功消灭了一个骑士亚伦吧,那个BOSS。 这一期呢,我们按照计划先来,哇,这个打到NTC了吗? 好像是没有吧? 我们要进化先去看一下这个BOSS, 它掉落的,它的灵魂可不可以换的武器是什么? 那边的这个东西有点糟糕,好像消失了。 我们看一下,好像是一个,好像只有这么一个。 一把刀,这应该是50刀,是亚伦的腰刀,30敏捷要求。 我币的加成,53的流血啊,150的攻击力。 好像没有一些特殊效果。 这个我们就直接换了。 另外,这个密西它平常卖什么东西吗? 我们在火箭啊,我们再买些火箭吧。 随便买上它几十根,剩下呢,卖一些火蝶。 火箭之前我也是买了一些,一些绿花草也随便买一些吧。 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升级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啊。 随便可以去买一些的一种消耗物品,从而是帮助帮助我们的战斗。 这样买了这个50刀。 好像是,我是怕直接掉下,暂时不去打了。 这个攻击呢? 这个50刀的,它的重攻击啊,就是一个突刺。 这个还算是我比较喜欢的。 然后看这个50刀好像很长啊。 BOSS拿这个刀的时候,感觉很长。 这个攻击有没有怎么见过? 可能是它的一个特殊攻击吧。 这样BOSS的武器也算是换好了。 50刀,其实在一代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用了一阵50刀。 感觉上DPS非常猛,但是它的一个缺点就是攻击距离比较短。 当然这把刀攻击,它的我看好像刀身很长啊。 可能算是弥补了一个劣势吧。 但目前为止呢,我是不怎么用了。 暂时不用了,双刃剑我先存起来了。 还是先暂时用一些我用的比较习惯的武器。 剩下的东西,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是打怪掉的。 没有用,当时我们有机会直接卖掉好了。 剩下的东西,我们看一下。 把法术准备一下,拿一些飘火球。 然后呢,一个火源大风暴吧。 一些毒物,还有出汗。 最后再按一个温暖的火。 这样基本上这一套组合,除了这边的出汗,可能会换起来。 基本上其他的技能,基本上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万金油的法术補合吧。 好像不对啊。 我们来这边是干什么来的呢? 应该是来升级的。 是可以升一级。 升一级的话,现在开始升HP吧。 补给以后都会升HP。 然后D10,看不太多了,12个。 随便。 在这边吧。 他卖一些人性啊。 他的道具我应该是,先清光的。 然后这边的D10,随便再买上20个。 或者说我们直接给他买光。 我就直接买光吧。 这样以后再死的话,就等于是不用担心了。 这样应该是完了。 我们再回到这边的中心部。 继续我们的探索。 这样之前好像说是上面啊。 之前那个萤火应该是从这个上面过去吧。 应该是啊。 没有记错,应该是从上面过去的。 这样等于现在是还有这边这层。 这个没有探索。 然后下面是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探索。 我们先探索这边吧。 这边。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怎么还冒烟呢? 这是。 啊,好像这是普通士兵啊。 这怎么冒烟呢? 啊,这个怎么这么近的? 哎,太棒了。 不出来吗? 哇,我发现好像这些冒烟的敌人,他们都是防御率应该好像是高一倍啊。 平常我拿我的枪就是直接是戳,戳一下就能处几直前,好像要戳两下才能处几直了。 像这边没有,没有发现入口附近。 等于是敌人已经是清光了。 我们把我的抗诅咒戒指带上。 这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天哪,在哪里呢? 好像诅咒积累非常的慢啊。 这边有个箱子。 古诗下人箱。 看这个时间,我们要是快点的话,应该是不会中诅咒的。 三个古老灰堤石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样赶紧出来。 现在我们的抗诅咒是多少? 抗诅咒150,可能这是我们自身的抗诅咒,看一下。 好像是656啊,应该还算是比较高。 不好。 这边有两个敌人。 两个敌人的话,我们先暂时撤退。 诶? 诶?怎么回事? 我想放火焰风暴的。 哇,这都没有打到吗? 好吧。 由于火焰锤的施法次数比较多,直接好像非常的不有效啊。 我攻击打墙上了吗? 先戳死。 这些敌人虽然说这个地方会诅咒,但是一个好处是他们不会复生。 这样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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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containers 都被什么打不到了? 往那边好像。 有人在射出去啊。 诶? 诶? 咗! 啊! 诶。 这什么东西 潜火 这个东西好像 我天哪 先加个血 这个东西应该我们有搞错的话是 好像在这里边 那个怪要是不把这边这个 这个东西清光的话 它应该是会无限复生的 所以我们先不理它 好像这个地方 我无敌 我无敌 你不要打我 这边的视野不太好啊 这敌人的弓箭上也是带一些火焰的火焰的附魔 我们也是不太 好 敌人会能打出硬直来 还没有死 哇 比较危险 刚才我是比较比较血拼 五个大碎片 将又获得了一个他的灵魂 现在呢 现在我们应该是所有的 好像是自己合成了吗 还是说我进了储存箱才会合成吧 拉德纳的残渣已是 获得了真正的灵魂 是这个吗 好像是啊 它是什么煤炭新娘 纳德拉的灵魂 一共有多少个 十一个还是十二个 好像是十一个吧 好像是十二个 我们是一共 我没有记错啊 是刚开始的时候 获得六个那个那个针 然后就能让我开不开 然后在某个地方在 坐一个电梯好像又获得了五个针吧 然后打boss的时候好像是又掉了一个 这样相当于是 好像灵魂是十二个这样这么一算 我记不清啦 总之不是十一个就是十二个 这样等于是把它的灵魂都集齐厚 好像是会自己合成 并不需要去找一些 类似于什么灵魂熔炉之类的东西 就给它手动合成上来 这样 好像这个门也就是 并不是非常的 里面东西并不是非常多啊 还好是很快就探索完了 我们呢先复活一下 就刚才要是我更有耐心的话 等于再往外跑一圈 然后等这个祖宙消失 再去 再去再回来的话应该不会 想要两个 也是不会变成死啊 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吧 是获得了一个新的火蛇的一个法术 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呢 找一个开口点地方 哇这是 想要是往前发一个 我觉得这个法术比火烟风暴要有用啊 火烟风暴可能PVP的时候吧 等于是使一个防止敌人近身 这个是可以可以攻击啊 可以攻击前方的敌人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比火烟风暴有用 然后可能会考虑换上这个法术 火蛇 虽然说是用用两个技槽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混个火蛇 然后再换一个毒物吧 出汗就不用了 我感觉这个配置还算是我比较满意 那么这个门也是探索完了 上边的东西应该是烦了吧 我们开始往下走啊 下面应该是下面这层 这层的话有一个门之前也是探索过 没有能探索完全 那样我们之前获得的什么煤炭新娘的那个灵魂 那个灵魂我估计 现在我们灵魂术也是肯定不够啊 我估计等我们这期打完吧 把我们这个地区啊 这个地区探索完以后再去再去看看 好像是这边可以下去 这边下去可以把我们带到哪里呢 好像只有这个地方啊 好像只有这个地方啊 还可以这么走 这个上面好像是我才可能是一条捷径到时候是回到这里的 那边 那边我好像是我们等于是从这边走啊走一圈 然后走进去吧 然后好像是坐电梯下去吧 下到包子站的房间 我猜可能是之前的那条道路啊 当时那边的盔甲 有一次我不太清楚那边的盔甲 我已经获得了把等于是所有会 等于是会诅咒啊 或者说给人加写的那些 爱德纳还是什么东西 总之那些东西等于是都杀死了 我猜现在那边的那些拿弓箭的盔甲 应该是不会再复生啊 之前我去那边的时候 他又是会复生卯子 没有理他们直接是冲过去了 这样 现在等于是只有铁之灰狼 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走了 一个萤火 这样应该是我们这个DLC的所有萤火都已经点着了 相比之下 我感觉上这回我探索的还算是比我第一个DLC要有一些算是调理性更好吧 我不太清楚就是因为第一个DLC实在是太乱了 还是因为我很久没有玩了 只是边玩边废话 所以说导致我比较 比较打得不太好吧 我不太清楚啊 像这边 一跳起来发现了 不屈的萝莉 不对 萝莉 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 这应该是一名玩家 有一个流浪箭矢 这样 这个地方我估计肯定是还是有boss的 我这个地上也是有雪地啊 地方可能是一些熔岩之类的 好 好我是不烧血啊 我进来会以为怎么这么多血迹呢 你不是对手 这是一个拉杆 但是我们先不要拉 先侦查一下吧 这边好像是可以跳下 但是这么多血迹我估计跳下去就中埋伏死掉了 这里边这是牢房吗 让我想起了那个叫一望牢笼吧 好像当时也有一个牢房里边站着一个自爆的人 哎 这是 这是NPC吗 还是这是敌人还是NPC 看着 这是什么 一个 月亮 月亮神教 它的 它的衣服啊 看着非常非常鲜艳 不太清楚 可我感觉有点像一个NPC的样子 像我猜那边那个拉杆拉了开之后应该是会把这些牢房都开起 然后里边的人应该都会都会出来吧 我我猜啊 然后直接放两个飘火就 果然都开开了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实际是火蛇 好像很有效啊 哇 不好不好破防了 后边应该是不会掉死的摔死吧 应该是不会啊 后面是我们来的地方 NPC呢 我还是先不召唤吧 主要是怕召唤出来死掉什么的 像这个东西 我觉得人墙应该是没有需要攻击才能开启隐藏墙壁的东西啊 我所有都是没有攻击 我是希望游戏不要特别坑人 突然在某个墙里边弄一个勾 直接我们摔死摔死 一些升级碎片 其他的东西应该是 没有什么 另外这个东西我刚才 刚有一次在在作战 所以说没有没有说 我刚才看好像是这个门也这个牢房这个门也开开了吧 好像是一个现实的机关啊 看好那开了之后 那边呢 好像是在朝我们喷火球 这可能是要不能再拉了吗 什么要站 可能站歪了 你不是对手 在这里 我我猜可能这个地方是我们需要把等于是把这个拉杆拉开啊拉开之后好像是要递时间冲过去吧冲过去才能等于是才能等于是把这个拉杆拉开啊拉开之后好像是要递时间冲过去吧 我看那边好像是有些人可能是他们冲的太晚了 有个人等于是直接像这个翻滚的人可能是没有没有滚过去啊 然后那边可能是一个MC等于是冲了就有才会不会能跟他对话什么的 这样我们先不去先不去试啊 因为试的话可能会比较太多的时间了 我们直接索性从这边跳来 我居然没有事儿 接下来个个别记忆破很有用 我这回的被刺好像非常的非常糟糕啊 好奇怪啊 好像这个法师攻击力比较高 但是呢 哇 这攻击力比较太高了 我走进直接跟他写拼的了 应该是死掉了 还剩下 那边我看见至少两个人 哎不好说歪了 好像直接炸死炸死一个炸死一个的话还剩一个话就没有太大的威胁了 哎这个地方没法没法上去吗 怎么这还有一个人 哎这是之前那个NPC吗 哇 这是雷枪哎 哇 哎我怎么走这么慢 这是什么情况 我 哎这怎么办 他好像是会给我们施加一个 刚刚他见面啊 这是之前我见那个NPC吗 好像是吧 看这边好像是两条路 我猜可能是从 这边 找敌人吗 好像是啊 我猜可能是从这条道路跳来的话应该会更好一些 而且这个这个上面好像是煞木雀 刚刚我看他好像是用着一个是圣灵式的东西 直接在地上出现一个黑色的类似于是魔法阵样东西 然后我的身体周围好像是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光环 然后感觉我人就动不了了 刚才翻滚也是直接进入一个很肥的翻滚 但起码这个前面是有什么东西我就知道了 我估计可以接着走 但是有什么意义吗 前面有敌人啊 我们就是随便看一眼吧 我估计我把这个敌人杀死了 然后去下边随便看一眼 然后我们直接就回城了 那边我看见一个大斧头 哇这么多人 这局远连死了 远处射箭的是那边那个会飞的铠甲吗 好像是啊 哎不好听啊 差点命中啊 这样上面有一个施法的敌人 然后这边有一个拿弓箭的人 其他的地方应该是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不太 这么走不太好啊 看一下我们的法术 我觉得目前这个配置没有关系 我索性直接把NPC召唤出来吧 这边不屈的罗列 还有一个什么流浪箭是 哎唯一的问题是 一会我拉这个摇杆 我往前冲 NPC会不会跟着我冲 他们要是没有冲过去的话 会不会直接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还是说会进行别的什么事 他好像也会扔石头啊 这样保险起来 直接扔 呃吃个绿花草 因为我不太清楚前面 哇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我有点不太 我虽然是中了几招 但我不太喜欢这个门 是 他好像是往下降的一瞬间 我就直接是那边 是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墙壁 从而是 就是我们是没法去 就没法再往前走了 好 之前我也是看见有一个玩家的穴戒 也是在那边 也是他是对着墙壁 我以为他是太慢了 我我刚刚当时的一瞬间 以为是 我以为是能滚过去的 结果是好像那个 直接是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墙 这个地方也算是比较比较坑人吧 我估计吃绿花草也是没有用的 看样子应该是怪物的 呃就是好像他喷的喷的前一个火球 应该是会被怪物挡上 然后第二个火球应该是会 像我可能要稍微 好像回不来了吧 算这样再试一次吧 我这样直接是拿双手盾 我们又死了 这些人的身上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效果是什么意思 这样我要拿出一把火炕100的盾来 然后装备重量上前应该是抄了 再把这个士兵戒指带上 然后好像还有一把是可以增加抵挡等力的盾吧 这个东西啊 再把这个盾也带上 这个地方应该我其实觉得应该是 可能是有些人觉得你这个实在是太二了 但是没有办法 我还是没有 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一个技巧 我刚才是想直接想冲 结果是被那个斧头兵是直接是跳P跳PP到了 看样子是需要滚 等于是 我以为是直接往前冲的话 是不会中的一个跳P啊 结果是错了 应该是他的跳P好像是有追踪性的 起码现在知道该怎么打吧 个夸特之灵 夸特之灵是武器吧 是一个圣灵啊 A的暗数就加成 基本上 这么一个样子 就随便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因为我不是信仰的号 所以用不了 这样 这是一个石像吗 我天哪 果然是一个石像 看着看着材质有点不对啊 有点像画石一样的东西 辛苦了 我成功了 卑鄙的家伙 我不太清楚有没有 有没有方法可以把这个东西直接 就是无效化 拆掉什么的 或者是让它朝向一个错的方向 从而是让我们以后不会再 人在受它的影响啊 我不太清楚 那这边呢是 怎么锁定不上这个人 我血不太多啊 先加个血 我天哪 我觉得你有点讨厌 好像并不是很精打 毕竟是一个法师馆 你看 深红的水 像是增加 法力的就是使用次数的 是这个吧 这个东西啊 可以恢复HP 增加周恩使用次数 像我们低时之前买的很多随便 随便用一用 然后 为了防止miss一些事件 复活 像这边下去的话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道路 等于是你不这么走 我们要是这么走这条路路 路线的话 我才应该是一个选择的道路 可能会获得一些额外的东西 前面又一个拉杆 这边好像可以掉下 这个人之前在哪里 他是隐身的吗 还是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看见 人是这边拉杆直接拉开 然后冲过去 可能跟之前一样 但是我猜这个地方肯定是还有一些 果然啊 好些物品可以拿 好像只有两个 目前我看到两个 这边有一个敌人 这边又有一个敌人 像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冲吧 既然已经来到这边 来到了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很讨厌啊 要是没有 要是没有 总之就是你想把这个 这个地方探索完成的话 真的是会非常的 非常的费时间 我估计我们 嗯 嗯 刚才很危险啊 我也是非常紧张 这样这回我是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我是没有没有考虑到敌人的类型啊 之前我们那一层都是一些大斧地人 他们见到我们都会跳P 跳P的话 直接对着他滚就可以了 这层呢 有一些使剑的地人 好像你对着他滚 会直接中到他这个刺剑的身上 可能需要一些翻滚时机 可能把握的不太好吧 这样这没有办法 我估计只能是 我估计要从 别的地方前进的话 估计又会跑到一个 等于是我们之前 正常的一个道路上面 我估计会没有什么意义 应该是会 miss些东西 我估计这边可能就直接回程吧 等下保险几下 这边好像是这个地方 我看好像是可以跳一下 我看这边跳的话 应该会回到哪里呢 好像是掉到了不同的位置啊 起码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 但起码呢 是可以获得多活的一个物品 但是我估计要是之前跑好的话 可能会跑到最上面那一层 就那个法师站的位置 但这回尤其是没有跑好 可能就 可能获得物品就比较少了吧 像这个人能不能中毒 我给他射了很多毒箭 没有什么反应 哇 好像钉到屁股上了 好疼啊 这样下边下边可以走 最下边应该是这些事变啊 上面这个法师呢 我估计还要再花一点时间消灭点 他怎么掉下来了 掉了我都不怕你了 你在打什么 不好 他完全掉下来了 哇好疼啊 为什么他有的攻击比较疼 有的攻击没有那么疼 哇 这好像是巨雷枪啊 就是好像叫 lighting spear的一个升级版 他又要好像又施法 这应该是那个缓慢魔法吧 天哪 看一下我们的装备重量上限 102.4 好恶心这个魔法 这边好像还可以前进啊 这样等于是 那边是我们正常前进的道路 这边是我之前本是开了一道机关门 第二道机关门失败了来的位置 我估计要是成功的话 可能会跑到上面一个桥上 这儿能获得一些其他什么物品 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边呢是可以失败后 还可以选择另外一条前进道路 不太清楚会到哪里啊 我们跳去试一试吧 这是哪呢 找一个法师啊 哇 他要射我 先防一下 你先不管 法师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直接消灭掉 打不到我啊 这边有什么东西吗 居然迷死我了 这边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啊 好像只是可以把法师杀死啊 那边一个物门 这下边一个物品 那边东西捡不了 这是一个草根 有些有些混乱啊 我知道可能有些人觉得已经混乱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好像就是有些不同的道路可以供我们选择 你要是走的最好道路的话 应该是能 等于是获得一些额外物品 要是走的不好的位置呢 可能是一个是地形不好 高处有敌人打你 然后就是可能是捡不到一些物品 我估计这期由于时间的问题 可能是我就先 先直接挤到这了 下一期我估计要花一些时间去把之前miss的那些东西等于是再重新得到 这些之后的计划 这期到这了 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